觀眾朋友們午安 感謝你準時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來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立委王鴻威 翟軒好 大家好 立委高嘉瑜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陳輝文 大家平安 好 立刻看一下 今天上午的時候 原本今天我們的來賓 王鴻威 鴻威姐她也是要開這場記者會 是要講什麼呢 這個Kulaz的原配 不是Kulaz的 Kulaz這個事件 隨乎的原配 他們原本是要開記者會的 但是因為壓力太大 突然喊咖 所以原本今天上午的時候 王鴻威原定要陪同原配 周女士一起開記者會 來說明一些細節 沒有料到在記者會開始 前一個小時就突然宣布取消 而現場根據王鴻威的說法 是講說周女士遭受到了警告 說如果要繼續告Kulaz的話 Kulaz就要告她的先生 甚至要告她入侵駐居 強制罪 恐嚇罪 所以是不是這樣的壓力之下 也使得原配後來選擇 就不要辦這場記者會了 所以綠營好大 讓人民好怕 讓大家哪怕是吃了虧 或者是說受了苦 都不敢出來講話 可是我們看Kulaz 反倒是在她的臉書上面 大批洪威姐才是霸凌者 強調真相將要被釐清 她說在高人指點下任意解讀 加油添醋 擴大解釋 無比殘忍 她好像才是個受害者 所以她同情李妻 也就是這一位隨護的原配 是被利用了嗎 她說這段時間 她如同赤裸的身體 慘遭輿論的鞭斥 她跟李 就是這名隨護 一度簡短的對話 然後被拼貼扭曲之後 讓她付出了 不成比例的代價 可是這個話也很奇怪 因為那麼多的對話截圖記錄 又是什麼呢 又是什麼MC來了 什麼Lucy沒有了 心情很差 又是說自己的危險期 會是在幾號到幾號 然後這個對方還回說 我只想要有你跟Lucy 然後還有什麼代號聖母峰 然後什麼無法攻頂這些 都是之前大家覺得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對話 你跟一般的男性友人 會有這種對話嗎 真的是拼貼之後 才會造成這樣的內容嗎 其實讓大家覺得是無法解釋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綠營感覺起來 霸王條款非常的多 現在藍營當然是要鎖定 所有綠營的弊案 繼續來揭露出來 包含了升恆昌 招標一次可以營運26年 這是什麼樣的霸王條款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好像機場的這個免稅店 好像是一個獨佔生意 其實在多年前 也有這種來自韓國 或是其他國家的一些免稅店 想要進駐到我們的機場 想要爭取這個經營免稅店 最後都還是升恆昌奪得標 或者是說可以延續經營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背景嗎 或者是說政府為什麼 一直要獨厚升恆昌 所以包含了王宏威委員 包含了巧欣 也都有提出相關的質疑 是不是走後門呢 為什麼廠商 只要因為你施坐休息區 免治馬桶 就可以延長九年的營運期 還跳過了招標的流程 甚至減收權利金 聽一下有這麼好的事情 為什麼就只有升恆昌遇得到 過去其實大家都知道 升恆昌跟綠營的關係 從阿扁時期開始 就有這樣的討論了 比方說2007年的報導 當時查看中心發現 就是升恆昌的董作 江松熙現在已經是 交棒給下一代了 但是當時的董作 他也是國務基要費當中的 提供發票給陳水扁 報仗的證人 92年的8月 他的太太 江松熙太太 提供了5000多元的發票 給吳淑貞來報仗 後來江松熙被傳喚 甚至他是不是用他的人脈數 打造了這樣50億的免稅王國 只要他登上新聞版面 要嘛是跟立法院長 要嘛是跟檢察總長 要不然就是在陳水扁的 國務基要費的核銷團 發票團身上 所以他們色彩 總是讓人家籠罩著一個迷霧 這是2008年 當時他的政商背景 是非常的好的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被爆料出來的是趙振宇 賴姨的對話曝光了 就是趙振宇收了建商 千萬這個仲介費嗎 林涛是怒轟就講說 這賴清德是不是視而不見 現在這個台北地檢署 在趙家搜出了920萬元 證明趙他說這個來源 這些好像他是這個 砍高壓的 包含了像是租金 土地仲介費 光是這個佣金 收入2000多萬元 所以你看這個逃漏稅 甚至是規避政治現金法規 還到法庭上面狡辯 這難道就是賴清德 民主大聯盟 還要堅持合作的立委嗎 對於這樣子 好像錢客一般的角色 視而不見嗎 那趙振宇是對於這個 林涛的指控就覺得說 不忍家忍收入 所以要正式跟林涛來提告 所以後續還有在調查 那現在國民黨的這個打法 也有人提出建議了 這個是前立委邱毅 他提到說 這個像國民黨應該要痛打AIT 擴建這件事情 右批美國的霸權 左打民進黨的勾結 這樣才可以收攏人心 為後有一加分 所以小刀應該要大破 美國這個農包 大戰綠這個農包 應該是要把炮口對外 這些議題絕對會可以得分 絕對有票 那我們看看 這為什麼來贏不打呢 人家在想說會不會跟 這個艾斯培提到這一番話有關 大家都知道艾斯培最近有出新書 一出即發 那昨天他有一場這一個 算是線上的這個見面會 那他有提到 好像侯友宜拋出了這個 四個月的兵役 是向美國跟全世界 提供了一些錯誤的訊號 因為如果說發出這樣的訊號的話 恐怕會讓這個美國質疑說 你們自己台灣人都不為台灣人而戰 那美國為什麼要為你而戰呢 是不是美國的疑慮已經起來了 變得現在國民黨好像對於美國 像AIT這樣的話題 反倒不敢說話了呢 我們來問一下洪威姐 先談前面兩個話題 好像都跟我有關係 那先講就是 大家都知道 那Coloss前一陣子被周刊爆料 她的不倫鏈 那這件事情事實上 她的原配周女士 也曾經在臉書上 希望賴清德副總統 還有蔡英文能夠給她主持公道 那昨天大概是下午的時間 有人跟我講說 這一位周女士 也就是她這個隨戶的原配周女士 她想要出來講話 因為她覺得在這段時間裡面 她的訴求都沒有人理她 然後 而且她其實只是要一句道歉 而且她還要賠償這樣子 所以後來 因為她的律師也會陪同她一起上來 所以我昨天大概跟她律師 通了幾次電話 我記得我昨天在跑行程 從中山堂出來之後 大概8點鐘左右 我還跟她的律師在通電話 她律師說當時 周女士就在她的旁邊 那就說壓力很大 然後她的家人 就是都不贊成她出來 就是站出來 但她說周女士一直非常非常生氣 而且也覺得非常沮喪 她覺得她還是要出來 就是為自己講話 所以就是本來約好 是今天早上9點以前 因為他們大概8點40會到台北車站 然後9點以前會到我辦公室 結果沒想到早上 那個律師就在跟我聯絡 她說很抱歉 就是那個周女士說 她壓力實在太大 因為在昨天的這個深夜 很晚很晚的時候 那麼那個這個周女士就傳給她說 她現在的狀況 她的壓力很大 她實在沒有辦法面對媒體 那律師說她還是會上來 那因為她覺得她對我很不好意思 我說沒有關係 那你就過來 那當然媒體就會 那我當然通知先取消記者會 那媒體就會問說 她到底什麼理由 那我就先跟律師談了一下 結果沒想到就隨後 Claas就在臉書上說 我是霸凌者 說我政治操作 說這個周女士被我利用 我覺得簡直莫名其妙 我覺得這件事情 Claas她是當事人 那她雖然因為這樣子而辭官 那請問你有道歉嗎 你有悔意嗎 那麼被那個這個 這個周女士被傷害 她是一屆的平民 她不過是一個妻子 一個母親 她是被我傷害的嗎 簡直莫名其妙 我幫一位女性 她覺得她是受害者 然後我幫她發聲 我到底霸凌了誰 所以我請問一下 為什麼Claas可以一副這樣子 好像她是正風這樣的高不可攀 這樣的高姿態 你看她在臉書裡面所講的東西 所以我真的認為周女士 真的受到非常多的壓力 真的是很大的壓力 我只要問一句 就像您之前說的 是非可以這樣顛倒嗎 你怎麼這樣顛倒是非呢 而且我要告訴Claas 你用這樣的態度 沒有錯 你對周女士造成了這樣那麼大的壓力 那所以她最後取消記者會 我充分尊重我所有的這個 就像我們選民服務 我們都充分尊重陳情人 而且昨天我的想法就說 請周女士自己在講她的感受 那請問一下干我什麼事情 你為什麼這麼高 你好無悔意 你認為風頭過了嗎 要把自己洗白嗎 大家去看她那個臉書 講了老半天 好像一部她是心理諮商師一樣 我覺得簡直莫名其妙 洪威姐你們今天本來的記者會裡面 會有什麼樣重大的爆料 為什麼會給予這麼大的壓力 她要這麼大的動作 我要講就是說 因為呢 因為這個原配事實上已經去提告了 那我聽到的說法 我是聽到律師轉述 我今天有講律師他有到台北來 然後他有到我辦公室 那麼聽說是 你知道嗎 他就是包含他的家人 包含他的先生 還有包含他的一些族人朋友 都會有很多人會傳達一些訊息 讓他不要告了 甚至說如果他真的告的話 他的先生可能就是他的工作都不保 前途都不保 這就是說是一個龐大的這樣的 你對抗的是一個 曾經擔任政府高官 擔任過黨的方言人 他是不是當的 秦正月發言人 總統府發言人 是賴清德的愛將 所以他們就很害怕 就說如果你再繼續告下去 是不是他的工作不保 甚至有人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告古拉斯的話 那麼古拉斯會反告你先生 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邊糾纏 聽到律師講我說 我能夠理解 我能夠理解他的那種 就是那種掙扎太多的壓力 加諸在一個 一個很單純的一個女性的身上 那我要講就是說 今天古拉斯 你應該去面對這個受害人 不論如何 你去跟他說清楚 講明白 然後你又開始用政治操作 有沒有 又說 什麼政治操作 說他被王洪威利用 王洪威有那麼厲害 請問一下你的不倫戀 是王洪威讓你去做的嗎 那麼後來週刊爆料 是我只是那個週刊去做的嗎 所以非常好笑 真的你這樣子繼續轉移焦點 只是代表你的態度繼續很高 然後去壓迫這個 非常莫名受害的一個女性而已 好 我們來問一下惠文哥 這個 我實在是不曉得這件事情 跟廣大的老百姓的觀點性 因為民進黨在第一時間 就對古拉斯做了切割 第一次爆料就把他 等於他等於是被請辭 我們經常講說法不入家門 你這個家庭破碎 老公回不來 當然這個案子 如同剛剛王洪威委員講 他在花蓮有法院的 官司的訴訟 你找立委陳情 你訴諸媒體 你老公就回得來 然後這個家庭就能夠破境重圓 然後古拉斯就會認錯道歉 然後從此不再糾纏你們家裡 其實不是這樣子 你要把這個事情去 從古拉斯去連結到賴清德 或是連結到蔡英文 那太難了 因為不是他們去破壞人家家庭 是古拉斯個人的偏差行為 所以我不曉得這個到底被害人 當然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數字 就是說我們台灣平均每一年 離婚是5萬對 平均 5萬對就是10萬人 當然他們家庭 被人家有小三跟小王的介入 對這個被害人 就是這個周女事業 當然是非常的不公平 他有兩個小朋友 但是我官方朋友 你要聽懂我的意思說 當你把這個事情鬧大 透過週刊 透過立委 要去把它變成是一個公共議題的時候 你想要的 你最初的那個 你要希望你的老公回來你的家庭 希望跟古拉斯從此不要這樣 你能不能達到這個目的 這個是比較關鍵的 剛剛宅宣提到艾斯培 他當過川普的國防部長 當了一年多 就被川普給換掉了 他是軍火商的前客 他是雷神的以前的副總裁 所以艾斯培講的話 他講得很好 我們如果把兵役改成四個月 發出什麼樣的訊號 這個問題非常好 我要請問觀眾朋友 我們蔡總統把兵役延長為一年 那又發出了什麼訊號 因為本來是四個月 蔡總統在去年的年底 開了記者會說 他蹲在地上開會 開了58次 實在是沒辦法的 我必須把兵役延長為一年 當侯友宜在趙先生的專訪講說 如果我當選總統 兩岸和平穩定的話 我把兵役回到四個月 有什麼不對嗎 非常的對 就侯友宜要爭取勝選 就國民黨要重返執政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吸引選票的一個 那你為什麼要道歉呢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要道歉 這是因為這樣子的道歉 賴清德先會去友邦 然後侯友宜要先去日本 侯友宜去日本回來之後 侯友宜也要訪美 因為要訪美 所以不能得罪美國 AIT只是找一個人出來問而已 侯友宜要開記者會 金曉道也要開記者會 很怕 怕得要死 這個不是只有兵的問題 還有邱宜講這個AIT的問題 他敢表態嗎 萊豬的問題他要表態嗎 當初是誰用萊豬希望大家 這是四大公投的其中一個 希望大家去反蔡總統的萊豬 蔡英文在2020他高票連任之後 他1月連任 他8月就宣布要開放萊豬了 蔡總統你在跟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 你怎麼不跟他 大家投票給我 我如果高票連任 我就開放萊豬 他為什麼不講 明明是開放萊豬 就要把它講成美豬 每一個民進黨的立委 都睜著眼睛說下話說 其實是開放美豬 明明就是萊豬 美豬早就開放了 美豬沒有含萊克多巴胺的 沒有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吃萊豬 這些議題包括兵役也好 萊豬也好 AIT也好 這些都是國民黨可以得分 侯友宇可以拉升民調 可以爭取選票的東西 為什麼不敢做 為什麼不願意做 我拿個圖來當我的結論 觀眾朋友你看這個 這是民進黨的全代會 為什麼要在7月發外套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大家都穿這個棒球外套 大概是誰要死 你看今天聯合報的政治漫畫 凱道上面大家是批評執政黨 可是蔡英文說 蔡總統說冷氣還不錯 這麼昏庸的蔡英文 他跟你回答說冷氣還不錯 我要問大家 這些在凱道上憤怒的這些年輕人 這些朋友 請問他們會投侯友宜嗎 他們會投國民黨嗎 他們認同的是國民黨嗎 不是 很抱歉 不是 他們認同的是誰 他們認同的是館長 黃國昌跟柯文哲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到底是誰是最大的在野黨 誰有14個縣市長 誰有39個立委 結果國民黨選到這個 所以我呼應邱毅講的 侯友宜不是沒有辦法 拉升他的民調 而是他故此私疲 我要告訴侯友宜 你是第三名 你以後可能被換掉 你就自知死地與後生 你就得拚了 會得罪美國 會得罪日本 會得罪一些人沒有關係 可是你要先活下來 你要先當選 如果你被換掉 什麼都沒有了 家瑜 其實國民黨現在很嚴重的 就是內部的路線之爭 現在傳出國民黨的陰謀論 你看包括邱毅 包括很多現在媒體上 昨天社論有一篇 特別指出說金普聰是親美 所以跟侯友宜兩個人 對於美國的一些言論 現在開始要對於親美 或是反美之間有不同的爭議 例如說邱毅特別要求說 是不是對兵役問題 對AIT問題等等去做表態 那這代表說國民黨內部 其實對於所謂親美跟親中之間 確實是存在著路線之爭 這也是侯友宜一直以來的問題 也就是說國民黨各派系的這個 競逐或者是不同的路線 到底如何去整合 而現在金普中所謂的金小刀 到底能不能去整合 不管是地方派系 或是這些親美反美 親中反中之間 不同的聲音到底如何有一個定調 看起來各界的是雜音不斷 但是對於侯友宜這個人的定位 卻是非常的不明確 尤其是之前在接受這個趙少康的專訪的時候 提到關於兵役問題 事後又改口說以和平穩定的前提 才有取消四個月議期這樣子的一個設定 其實這引發很大的爭議 那到現在侯友宜即將要去訪美 到底對於美國的態度 或是美國的一些路線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都是侯友宜必須要說清楚的 否則到現在一個模糊不清的侯友宜 確實沒有辦法讓藍營能夠團結 那再回到這個古拉斯的議題 確實是清官難斷家務事 但是民進黨是第一時間 就要求古拉斯先辭職 那古拉斯他個人可能認為說 這整個過程中他特別說 他是次生裸體的接受這個鞭吃 但是我是覺得說 很多個人的一些事情 很多成型人其實會來找我們 但是就是說 如何站在這些受害者的角度 去幫他們去協助他們用最好的方式解決 我想也是民意代表必須要做的責任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州忙回來